資深女演員張濱玉 經傳在3號深夜病逝享受88歲 根據了解可能是因為小病痛的感染 加上年紀大抵抗力較差 最後仍是宣告不治 張濱玉是很多五六年級生的共同回憶 曾經演出過慈禧太后、滅絕失態等經典的角色 深知人心 有台灣首位電視劇女演員的稱號 最後一次出現在螢光幕前是今年的10月份 她作者輪椅出席了金鐘獎領取特別貢獻獎 一天屠龍濟中眼神犀利、個性剛烈的滅絕失態 莫待兒女情中固守老舊思想的慈禧太后 我跟一哥的看法是一樣的 我早就提出反對了 可這二娘卻一語孤行 由護者臂台晴天中飾演馬賊首領的妻子 各種角色張斌玉總能卷世到位 有什麼辦法 1926年出生 張斌玉12歲就考上臨時演員 隨後跟著國民黨來到台灣 成為空軍大棚話局隊的一員 又參與電視劇歡樂家園的演出 與演員長鋒飾演一對夫妻 被稱為是台灣電視史上第一位女演員 他跟這麼樣一個毛頭小夥子在一起 還不算過分了 不管現代或古代劇讓觀眾最熟悉的 或許是張斌玉的眼母形象 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今天是我自己 演出多部電視劇 但在張斌玉70歲那年 卻被剪斷出離壞了紅斑姓郎昌 從此淡出雲光幕 在雲光幕前演戲演了50多年 張斌玉以部部經典之作 依舊是影迷們心中難忘的回憶 新桃的雅天電視綜合報導